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渣老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循环处理 比Londom式简单多了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今天的质点 前三期Londom式仗 咱真是投影脑仗 今天的质点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就三个循环的法则 第一 Wire 第二 DoWire 第三 复循环 复循环是我编程中95%都要使到的循环 然后呢95%吗 还有4% 用Wire 还有0.1弱 用DoWire 但是我把它都介绍给您 好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实战演习 今天只有一个入口函数 咱们首先说做一下Wire循环 好咱们看一下我这代码怎么写的 我呢先给一个变量 Count Count英文怎么翻译 次数 对吧 我给一个次数 是几呢 是五 说不定我想循环五次 怎么循环呢 第二 咱能Wire Wire什么意思 英文啊 就说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对吧 当符合什么条件的时候 Wire嘛对吧 咱们看啊 Wire后面是一个括号 里面呢就是咱们循环的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为真 就进入下面的循环节 如果为假 直接跳出 往下执行 好咱们看啊 我现在看的是几 是五吗 大于零吗 大于零 当然没这 那怎么办 循环节呗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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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输出Count这个内容信息 然后呢 大家注意看这句话 Count减一 一开始五 现在变几了 变四了 变到四之后呢 再回来判断 符合不符合循环条件 四大于零吗 大于啊 那怎么办 符合 那干什么 接着信呗 然后咱们再减一 减减就减一嘛 对吧 由四变三 还符合 最终减到零 过来的时候 你看 不符合了 怎么着 接着执行杜威尔 就执行下面去了吧 换句话说 我呢 初始至是五 然后每个循环节里面 我都帮帮帮给它减一 那就说减到零的时候呢 就不在循环里面的内容了 正好循环五次嘛 对不对 你说我要不减减行不行 我没这样行不行 那坏了 那这个也是循环 但是呢 它就是死循环 它就 我那个字怎么出不来 稍等啊 出来了 它就是死循环 对吧 所以这行简简是非常的重要 好 咱们再看这都外 都外回来有什么区别 咱们还是一上来给一个count 循环次数五 然后在这一上来 马上就循环 不是马上循环 马上就执行循环节 这个呢 第一个 咱们是一上来先判断 是不是符合循环条件 符合的话才循环 肚子不 我先给你做一次 生米煮成熟饭之后 然后我呢 再做循环节里面的内容 简简 然后再判断 是不是大于零 一开始是五 我循环一次 然后我再五 简一等于四 四再判断 还大于零 那怎么着 再来一遍 那换句话说 while 是先判断循环的条件 度 是先做一次 然后再判断循环的条件 这个我刚跟您说了 是在我这么多年 编程过程中 1%还弱的可能性 会用到它 几乎用不到 好 您就足够了解 就知道就可以 第三 我第三书95% 要用到的 for循环 现在呢 就出来一个for each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了 其实咱上一期 用londom式的话 就用for each了 非常的简单 咱们先看最基础的for循环 我保证您95%以上时间 的循环都会用到它 咱们看啊 语法那边非常简单 先写一个for 然后呢 后面是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有三个表达式 第一 我声明一个int 整形的变量 初始值呢 给零 这是第一个表达式 第二 当我这个i变量 小于等于5的时候 才循环 没问题吧 OK 第三 第三是不长了 我每次这i 要怎么着 要加1 相当于这个第三 i加加 相当于咱们上期的 这个看到简简 是一个意思啊 我这个i要 如果不变的话 那帮帮帮 这不是死循环了吗 对不对 好 那也就是说 咱们这第三个for循环 i从1开始循环到5 循环几次 循环6次 对不对 0 1 2 3 4 5 循环6次 然后呢 直接输入信息 这就是今天的 简单的循环代码 咱们马上运行一下 哎呀 讲完郎大 是在讲循环 简直就觉得 诈吧太简单了 好 试试 go 稍等一下 这电动有点慢啊 因为我是在虚拟机里面 所以稍微有点慢 好 现在没有问题了 咱们马上运行一下 go 我先用的是这个 Oracle的这个 8xbox watchbox 感觉 还可以 就是偶尔有时有点这个慢 它总是连网络比较慢 咱们看啊 我这三个循环 1冒号呢 是第一个循环 2冒号是第二个 3冒号是第三个 咱们看看啊 依次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循环 一上来 看到等于5 然后当它大约0的时候 就循环 看到减减 由5减到1就退出 减到0就退出 是5末 5 4 3 2 1 减到1之后 为什么退出了 因为1在减减 变成0了吗 对不对 那当然就蹦 退出 退出干什么去 执行第二个度循环去了 好 咱们度循环 度循环 咱们一上来 Count的处置值 还是给5 然后什么都不说 上来马上循环一次 所以是2Count 写的是5 这个地方 对吧 没问题吧 然后呢 每次进来帮帮帮循环 循环到几的时候 它就退出 循环到1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这 如果是1的话 先打印出来1 然后呢 1减1得0 再判断Val 它就等于0了 那怎么着 帮退出 干什么 执行3 下面3的负循环去 所以说呢 这是从5 循环到1 没有问题吧 最后 我刚跟您说了 这个咱是从0 循环到5 循环几次 0 1 2 3 4 5 循环6次 对不对 那有朋友说 我想循环5次 怎么办 把这个小于等于 变成小于等于 变成小于5 不就完了吗 一开始咱小于等于5 那他就换句话说 是i等于5的时候 他还要循环 当他变成小于5的时候 那他只循环到4 就完了吗 对不对 咱们再试一下这个小于5的情况 注意看 现在咱们是0到5 因为小于等于5 所以说 咱们再来一个 5次循环的 大家请看 又0到4了吧 这个循环是非常的简单 推荐给您 我觉得我在编码过程中 最喜欢使用的也是4循环 为什么 比较灵活吗 不常怎么控制都行 循环的威尔文 循环条件怎么控制都行 初始值呢 给几都行 而且一行代码搞定 如果咱们用其他的 大家请看 一行 两行 三行代码 才能搞定一个循环 对不对 而4循环 一行代码搞定 所以我呢 极力推荐您使用这个4循环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渣瓦循环的代码 应该不是很难 您呢 一定是理解掉了 有时间的把我的代码敲一下 再深入加深一下理解 好 今天呢 这个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我会传到YouTube 优酷的供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的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接下来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